今天下午的话我们接着今天上午的内容 今天下午呢 第一个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注意事项 那么这个事项呢 是一个问题啊 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话 我来先创建一个文件夹啊 来使用root用户 来创建一个文件夹 那这个文件夹呢 是这么一个要求 文件夹的话 我们权限呢 默认就是不动它 root创建好了什么样子 那咱就什么样子 但是避免 因为root用户加目录的问题啊 咱不把这个权限创建在 root家里面 创建在家里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咱还创建在这个根目录啊 还创建在根目录 那么这个根目录的话 我的位置呢 起个名字啊 起个名字就叫做 O吧 O吧 这个根下面 O 权限默认不动它 它创建好是什么样 咱就是什么样 MacDR O 行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O啊 AO S 杠L 不应该下这个杠 在这样看不见了 它不出来 直接L 找一下OO OOOOO在这儿 它默认的权限 记住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读一下这个权限 D表示它是文件夹 AWX 说明如何用户可以执行任何权限 是吧 然后 A-X 后面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行 那么这个权限咱先留着啊 咱先留着 先来创建一个默认权限的文件夹 然后呢 权限如下 权限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这个O 那么创建好之后呢 接下来这个步骤 我们需要呢 在这个OO目录下 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我们就是起个名字吧 就让它是OO下面的 行吧 满足你啊 TXZ XX.TXZ 那么创建这个文件 那当这个文件创建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777权限吧 777权限 也就是每个部分都拥有 全部权限 每个部分都有全部权限 行 那么TKUCH Touch O下面的XX.TXZ 那么默认的话 它肯定不会是全部权限的 默认肯定不是全部权限 我们可以看看 是不是全部啊 不是吧 不是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它全部权限 CH MOD 777 然后O里面的 XX.TX 好 改好之后呢 再来检查一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 是 好 那这个时候我的目的呢 就已经 前期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好 那现在呢 我要做另外一个事 接下来呢 我需要去切换到 我的一个早上上传创建的一个test用户 那这个用户 它有什么特点 它是文档的所有者吗 不是啊 它不是文档所有者 那是同组用户吗 也不是同组用户 哎 那是其他人吗 哎 是属于 Oth 一样 Other 部分 也就是其他用户 啊 这个时候 切换用户了 好了 切换啊 test 切换过来了吧 那么现在呢 我有 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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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 是否可以 打开 O下面的 xx.txt 文件 能打开吗 哎 答案是 能打开啊 能打开 那么可以试一下 未来研究 然后 O下面的 xx.txt 那么先不到底打开 我们紧接着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pft test 用户 是否可以 编辑 O下面的 可以 xx.txt 文件 可以啊 确定 可以是不可以 可以是吧 那可以啊 行 那接下来咱来验证一下啊 就这么点套路啊 不要说出来 行 咱们编辑一下 打开没问题吧 有没有写止读啊 没有 那说明能不能写 能写啊 咱试一下 试一下 随便写一点啊 行 写完之后 咱们保存 看能不能退出 能不能 没变吧 哎 行 所以第二个问题这个答案也是对的 那接下来咱看第三个问题啊 问题三 那test用户 是否可以删除 o下面的xx txt文件 可不可以 有同学说可以 有同学说不可以 麻烦给出你们的理由 为什么可以删 为什么不可以删 可不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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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呢 不能 班长你来说一下 为什么不能 别的原因 能不能删 在这都在这 这都在这你看 不用啊 你说吧 对了啊 所以这个呢 是不可以的 不能删 咱试一下啊 rm 诶 杠 f 要按吗 不用啊 然后要三了啊 o下面的 走了啊 他告诉我什么 他告诉我权限不够 他告诉我权限不够 哦 对了 文件夹 他没有写权限 文件夹 他没有写权限 虽然说txt有 但是这个txt在哪 是不是在oo下面 对吧 那如果说test的这个用户 他能删除这个文件的话 那是不是就违背了 他对于oo的这个文件夹的 一个权限了呀 因为他不允许他写 不允许他写 那么写的话 不就要改变那个目录吗 那删除他也属于改变目录的 这个操作 所以呢 删除是不被允许的 删除是不被允许的啊 这个呢 刚好验证了我们今天上午说的一句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写权限 对于文件夹来说 写权限影响用户是否可以在文件夹下创建 删除 复制到和移动到文档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验证了这个删除啊 验证了这个删除啊 主要是这个test的这个用户 他对于上面的这个oo这个目录啊 在这个地方 他有没有写权限 他没有 他没有写权限 也就没有对于这个目录下文件进行创建 删除 以及移动和 从命名 都没有 都没有对于那权限 啊 但如果从里面往外复制的话 这个还这么好说 啊 主要是这里面这个目录的东西 他不能改 往外复制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他不能改啊 所以这地方呢 需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他进行删除的 哎 除了删除 同样还有哪些操作 哎 同样还不允许创建文件 或者说文件夹 哎 以及呢 移动文件 还有从命名文件啊 应该都不可以的啊 咱可以试一下 那么刚才我们试了一个删除 说不行啊 那这时候你再换一个 嗯 TOUCH TOUCH OO下面的 A点 TNT 能创建吗 创建不了啊 行 那么再来一个MV OO下面的 哎 把它移动了 进了 移动了 跟下 是不是也不够啊 那么移动和从命名 是不是一个命令 你移动就还没权限 从命名还有权限吗 啊 所以也没有权限啊 这个地方 需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不要认为这个文件 他有看 哎 有写 有执行权限 他就能对这个文件 进行其他操作 不一定 还得看这个文件 所在的目录 他有没有权限 如果这个用户 他对于目录 有权限 他才能去做对等操作 那这个是我们从正向来看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反推一下啊 我现在呢 我换一下用户 哎 换一下用户 换成这个管理员 干嘛呢 哎 我把这个目录呢 来给 给这个O部分 就是刚才这个O这个地方啊 其他部分 我来给他加一个权限 就是把这个杠给他换掉 换成什么呢 换成W 意思就是再给他加上一个W 我看他能不能进行删除 或者说移动 或者从命录合作 啊 CHMOD 然后呢 是O加上W O不是其他部分吗 加W加写成线吗 哎 哪个文件 哎 O 但是由于这个O啊 它是一个目录 所以呢 我们加个 杠R 抵规一下啊 好 收拾好了啊 收拾好之后 检查一下 没问题吧 啊 没问题 OK 没问题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再切回去了啊 Test 切好了之后呢 现在的话 我先来对这个文件夹 哎 来进行一个创建一个文件 O下面的A点PXT 是不是可以了 哎 可以了啊 这次就可以了 哎 然后呢 删除 哎 RM杠 F 然后呢 O下面的XX 之前不是上不掉吗 上了吧 啊 所以 这边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删除一个文件 或者说改变一个文件 它跟文件自身的这个权限没有关系 跟它所在的目录才有关系啊 这个和我们windows之下有点不一样 windows之下只要我对这个文件有删除权限 那就可以删除了 哎 windows有点插据啊 好 在 newnews中 啊 如果要删除一个文件 不是看文件啊 哎 有没有 有没有 对应的权限 哎 而是看文件所在的目录啊 是否 有写权限 如果有 才可以删除啊 当然其他合作像这个 从命名啊 移动啊 哎 创建文件啊 也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边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额外呢 需要去说的这个注意事项 其实主要就是想对今天上午 讲的这句话啊 来做一个验证操作 因为当时写这句话 可能一个同学读了好几遍 感觉没搞明白什么意思啊 那现在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啊 来测了一下 的确呢 是这样的啊 你说文件 虽然我能读能写能执行 但是呢 你删不掉 原因是文件夹权 哎呀 不够 啊